7月到底有多少组艺人要回归?Apink,Mermenu,Tribes都在回归名单。 暑假快到了,韩国艺人们也都摩拳擦掌的准备回归了。 今天有多几组回归的团体,7月到底有多少组艺人要回归?Apink,Mermenu,Tribes都在回归名单。 让我们来看看7月到底有多少组艺人要回归吧。 韩国女子组合原创文章 Apink 虽然原先公布这次回归风格会是Girl Crush的Apink, 在回归照公布之后粉丝都纷纷傻眼啊。 这到底是什么Girl Crush? 不过将近快一年没回归的Apink, 还是让期待已久的粉丝们非常开心啊。 BIG FUN 胜利 最近晋升CEO的胜利,可以说是事业越来越大, 而团员们陆续入伍,剩下身为盲昧的胜利, 要看到完全体的BIG FUN可能还要再好一段日子, 好险在哥哥们入伍的日子, 还能听到胜利回归的消息啊。 BIG FUN 胜利 最近刚过完出道四周年的Manamu也宣布要在7月回归歌坛啦。 今天更是传出MV已经拍好的消息 让粉丝们都超级期待 每次回归都有好成绩的Manyu 也让人很好奇这次的作品啊 9. Newsies 静丽 据韩媒15日的报道 静丽已经在准备7月的个人专辑 目前录音部分已经完成了 近期之内将会开始拍摄MV 而据报道静丽这次应该是走性赶风 希望静丽单飞也能够成功啊 Skall和 哈哈 虽然哈哈都是以节目主持人被熟知的 但不要忘记他本来也是歌手啊 看综艺节目之余也来听听看哈哈的歌吧 TWISE TWISE的回归频率真的超级高的啊 虽然能够常常见到偶像对于粉丝来说好像不是一件坏事 但最近TWISE释出的机场照成员们脸上都写了一个类字啊 希望赚钱之余也要顾好这9位少女的身体啊 GOLDEN CHILD 年初因为成员在西的健康问题 从11人制变为10人制 而在今年2月回归的GOLDEN CHILD 时隔5个月又要跟大家见面了 这个月DIA迎来出道1000篇 宣布将于7月一新作品回归 这次回归作品是与新沙洞老虎自出道取后 近三年后的再度合作 而其中DIA的成员采娟更是大家熟知的前RII成员 团体解散后现在是人气歌谣节目固定MC 彩娟能再回源团体回归真的太好了 去年底回归的CART 今年成员全昭敏 全职佑参与Super Junior改版专辑Replay的歌曲 Low Finto短暂与大家见面 终于传出7月要回归消息了 相信粉丝们都很期待吧 Molomance Molomance 在2017年7月发行的迷你专辑Moonlight 五代歌礼物 时隔三个月后攻占音源排行榜上位圈 被称为新一代逆袭歌曲 今年初也参与了韩剧和有几的OST 这次的新歌也让人期待呢 Low Filtz 4月才回归的Low Filtz居然又传出7月要回归的消息了 这个回归频率完全可以跟Twibes比了啊 上次回归的首拿到出道以来第三次音乐节目一位 让人很看好这次的回归呢 7月的回归名单是不是很精彩呢 想必又是一场音源大战啦 快放暑假了 韩团演唱会也是一场接注意敞开啊 韩国偶像们也要来抢大家的荷包了 粉丝们最看好哪一组呢 快留言跟大家分享吧